恒电作为中国最大的影视基地之一 经过多年发展其中的群演早已经不计其数了 在这些群演当中 有很大一部分人是为了追梦而来 而这些追梦人 大部分都是那些刚刚毕业的学生 其中不乏一些漂亮的女大学生 她们渴望能够通过演戏来一夜成名 成为普通人渴望不可及的明星 在刚刚开始的时候 这些女大学生们将会找到一个自己的居足 然后排队领取自己的服装准备拍戏 因为是群演 所以她们拍戏并不稳定 能不能拍 能不能说台词 全屏导演一句话的事 所以在这其中 将会有着一些大家心照不宣的规则存在 早前杨幂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就曾谈过这件事 她所表现出来的态度 显得十分的平静 就好像再说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这也是从侧面反映出 这种规则在演员的行业当中 是十分普遍的 虽然说如此 不少的女大学生 还是坚持着自己的想法 努力的去追梦 渴望能够当上明星 但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苦感 在王宝强之后 群演当中 似乎就连一个久留明星都没有出国 她们每天吃着廉甲的饭菜 拿着最少的薪水 巨戏 女群演的一场零辱戏 也就区区二百块钱 除了零辱戏的价格高一点意外 其他的戏一整天拍下来 或许会不到一百块钱 并且这个一百块钱 也不是那么好拿的 她们能不能拍 能不能演 还是得看导演怎么挑人 在大夏天穿上厚厚的戏服之后 群演们将会举着牌子 等着导演来挑人 从现场的号码牌当中 大家也是可以发现 现场聚集了一百多号人 这一百多号人 当中能有多少人可以演戏 能有多少人能讲台词 或许连她们自己都不知道吧 有着这重重筛选 并且竞争如此激烈的情况之下 那些到横店追梦的漂亮女大学生们 如果想要出名的话 似乎是无论如何 都逃不过那所谓的鬼子了 这样的追梦 如果理智思考的话 要成名似乎太遥不可及了 但是为了能够成名 还是有不少人在坚持着 毕竟如果真的成名了的话 一场戏一个广告代言下来 所获得的收入可能 是普通人一辈子都赚不到的 对于横店群演这样的现状 大家怎么看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